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怎么样 因为下跌的加速比上涨的加速还多很多 上市只涨235加 上跪的只涨163加 大部分的股票是下跌的 除了大盘开高走低之外 当然有一个重点就是什么 我们去看一下柜台指数 柜台指数它是开高之后 而且怎么样 走低 而且还是下跌的 那这个行情到底怎么看 这行情中小辛苦有没有问题 各位不用担心 有我在 你可以吃下一个定心丸 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什么呢 聊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我们的主题当然是第一个 大盘过高 那下一步会怎么走 那红海从前年我跟各位讲之后 连续上涨 对不对 那这次来真的 目标价会看看多少 那再来就是怎么样 散热还不会涨 该留意谁 这个都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那首先我们来谈到大盘的部分 大盘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 先讲上柜指数好了 上柜指数我跟各位讲过 上量价不会同时到顶 涨多的一个技术性修正而已 还会再涨 对不对 那在礼拜一的时候 说一根红线 我说接下来只有两种选择 简单波修正完成 它就直接过了 复杂波就会有什么样 日线的吸浪 好 我们先看一下柜买指数的K线 今天又收了一根大黑K 好 那各位 我说过了 怎么去看 昨天的柜买指数 它也是上涨的 对不对 那我说过了跟昨天一样 就是跟这一天一样 如果简单修正的话 它就直接过高了 复杂修正的话 它就有日线吸 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今天低段打下来 那这次拉上去没过高 对不对 没过高的话就是B浪 接下来还有个C浪 所以我们可以帮他把它讲 你如果说从短线的角度来看 当然柜买指数中下薰骨比较弱 但是各位 不是坏事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下来修正之后 我问各位一个问题 这个高点它过了没有 这个高点还没过嘛 所以下来修正你不用担心 下来空间越多 将来的上去的空间就越多 为什么 因为上礼拜的高点不会是高点嘛 所以你不需要担心害怕 反而怎么样 反而你现在看起来它弱对不对 它将来可能会变成最强的 因为这一波真正领先涨上去的是什么 是中小型股 而且量价结构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怎么样 而且我说过了 只要收黑K的量 不要大过这根量 通通通都没问题 礼拜五没有超过 我说没关系 对不对 今天又比这个量更少啦 所以说虽然今天是黑K 但是实际上呢 它的卖盘啊 今天的量比这根还少 对不对 那比这根还少表示什么意思呢 它虽然开高走低 但是实际上的卖压怎么样 没有那么严重 只是怎么样 让你觉得很可怕而已 所以我刚讲过一个重点 不管它下来多少 上面这个高点会过 那如果下来越多 表示后面的空间越多嘛 这个你不用担心啦 行情还不会这么快结束啦 那同样的道理嘛 我们去看大盘嘛 好 我们再来看大盘 那大盘我在上礼拜五 我跟各位讲过嘛 量价它怎么样 它不会同时到顶 这是我告诉各位的 对不对 那我问你 尖最高多少 尖最高 201100 112点 是不是突破前期高点 没有错吧 对不对 所以同样的道理啊 那如果大盘会过高 贵盘指数它也会过高 我说过这用在指数路都有用 但是啊 中小型股不见得适用 我要提醒大家 不要乱用 这是一个简单的技术理论 但是不代表什么都 指数类的绝对适用 都准 那中小型股要看主力 这个的出货行为了 这个就不是量价 不会同时到顶 这要区分准 所以啊 这个只是一个基本的技术理论 但是懂的人知道怎么用 不懂的不要乱用 你还是要真的跟这个 看得懂行情的人 了解主力手法 全台湾了解主力手法 只有我啦 不会有第二个啦 你不用怀疑啦 真的啦 我跟你讲的是真的 好 那我们看一下大盘 大盘上礼拜有拉回 我都跟你讲嘛 礼拜一拉回我跟你讲嘛 我说这里下方有个缺口支撑嘛 对不对 昨天守住缺口支撑 今天创新高 但是各位 今天创新高量没有创新高 那量没有创新高的话 它有我的看法啦 我反而觉得怎么样 我反而今天大盘创新高 不是好事 为什么说不是好事呢 因为怎么样 因为那量没有跟上来 那量没有跟上来的话 有可能进入修正 反而你看起来柜台很弱 对不对 反而那个是好的 很奇怪 我讲的跟别人都不一样 这个才叫专家啦 才是真正看得懂行情的人 那当然 如果会不会拉回的话 一样先看怎么样 先看这个缺口 这是初步的支撑 这里是不能再跌破 跌破修正幅度 时间就会拉长了 好 那怎么去看很简单 我说过了 我们每天盘中 早上第一时间 你看9点01分 9点01分 第一时间 我就怎么样 我就把当天的支撑压力怎么样 跟大家预告 好 那9点01分在这里 我预告的支撑在哪里 各位你可以去对照一下 我预告的支撑 19880 19880 19885 今天最低 多少 19866 对不对 跟我预告的支撑 最低是尾盘打下来的 盘中这个都没有破 尾盘下 尾跌破 收盘收上去 所以明天 明天会不会拉回修正 支撑很重要 谁抓得准 只有我 不会有第二个 所以扫描QR Code 加入我的粉丝团 很重要 跌破支撑 会进入回廊修正 明天比今天更重要 所以一定要加入我们的 加扫描QR Code 来点击怎么样 点击屏幕的右上方 右上方的主页 那加入我们的QR Code 有什么好处呢 除了我们这个盘 这个每天的盘后节目之外 有空这次盘后节目 然后呢 我会录一些短影音 短视频 教大家一些正确的知识 怎么去看盘 看盘的技巧 包含怎么样 包含 未来我会推出一个新的服务 什么样新的服务 我在考虑 帮大家建立股票值 给大家提供一个选股的方向 但是呢 这个选股的方向 股票值 你一定要怎么样 你一定要加入怎么样 加入我们的粉丝团才领得到 所以很重要哦 这是我们接下来扩大的服务 因为我认为 行情啊 走到这个位置啊 它的操作难度会很高哦 已经不是一万六 一万七了哦 已经来到两万 两万还没结束 但是相对的怎么样 它的波动幅度会很大 第一个 波动幅度很大的话 选错股 选对股 进场时机 那个重不重要 很重要哦 大家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扫描我们的QR Code 这个很重要 好 再来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大阪讲完之后 我们再来讲的什么 红海来真的 那看多少 散热还会不会涨 那当然怎么样 在进入我们的主题之前呢 这个跟怎么样 跟我们平常跟他分享的 教大家的 我教大家的怎么样去赚钱 当然有关系啦 那把我的方法学起来 各位 很容易赚钱的 我们也是不断地在运用方法 这是三十年来的心血血经 说简单很简单 但是实际操作上 你真的要懂 懂得就很简单 那我说过了 稳定操作的获利方式 有两个 一个是右侧交易的方法 第二个是底部形态悬股法 右侧交易是买在回侧 回侧支撑 风险就会极小化 说一极大化 我说的是这样子 对不对 那上涨趋势 要跟各位提醒 上涨趋势的拉回 不是下跌趋势 有的股票进入下跌趋势 你是不能买的 比如说 创意 创意其实怎么样 从其实今年一月份 就开始进入下跌趋势了 那下跌趋势 这个你就不能用右侧交易 那用右侧交易 你就怎么买怎么亏了 了解我的意思吧 要等它怎么样 要等它确定怎么样 确定在一个下跌趋势 一定要怎么样 等它低点出来之后 转强 转为上涨趋势 转为上涨趋势的 拉回测试支撑 才能买 懂吧 懂吧 这个要告诉大家 不是 什么叫右侧交易 什么叫左侧交易 下跌趋势的任何买点 你买在这个低点 看起来是低点 弹起来又往下跌 对不对 你买在这个低点 看起来是低点 弹起来又往下跌 因为这个叫做左侧交易 这是不是左边 那你同样 这档股票 如果在上涨趋势的时候 拉回来 这个是右边 你要把右边跟左边 要分清楚 不是说买了 一直往下买 这个观念是错误的 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把它建立起来 好 那我们也举过了 很多的案例 顺耀就是 这是上涨趋势的拉回 上涨趋势的拉回 对不对 这是不是上涨趋势 这用眼睛看都知道 这是上涨趋势 这是上涨趋势 这个也是回撤之声 这个都是 那这档股票我们说过了 我们有设个停利保护价 再怎么赚 我们都赚了 就70%以上 不会亏 那这是怎么样 用同样的方法 不断地重复运用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台湾股市 还不到两千党股票 我过去六年多 2016年 2016年到2022年 10月份 我都在大陆 你不知道大陆有多少股票 五千党 台湾一千多党而已 还不到两千党 那五千多党股票 我问你要买到 涨停板的股票 容易不容易 很难对不对 台湾一千多党 都那么难了 对不对 但是我告诉各位 还是很容易 因为同样的方法 你不管用在哪个市场 通通都有用 全世界最好做的市场两个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台湾股市 另外一个就是大陆股市 当然台湾股市 跟大陆股市的比较差别在哪里 大陆股市去年是走空头 我们是走多头 所以台湾股市容易多了 懂吗 但是方法都固定不变了 所以你有些观念 一定要建立起来 建立起来 再跟大家强调一下 右侧交易 它是选择上涨趋势的拉回 比如说 对不对 我们这两天 跟他讲的 双红 这个也是上涨趋势的拉回 对不对 上礼拜就跟各位讲 这些都是属于上涨趋势 你看它是不是上涨趋势的拉回 是不是上涨趋势的拉回 是不是上涨趋势的拉回 是不是 这是不是右侧交易 这个才是右侧交易 大家不要搞错 上涨趋势的拉回 这个才是怎么样 才是右侧的交易 大家不要搞混掉了 对不对 那比如说 我说过了 散热我们看好 那当然 指标观察谁 双红嘛 对不对 那双红 在这里的时候 我就跟各位讲过了 这个高点不会是高点 对不对 那今天也创新高 创新高之后 今天开高震荡走低了 今天也收下来 但是量没有创高 那既然量没有创高的话 就很重要了 这个回档啊 我告诉各位几个角度 第一个 礼拜二的跳空缺口 这一根是这一段的突破点 那这根这一段的突破点 这个缺口是不能补的 如果补了这档股票 它涨势就先告一个段落了 那涨势告一个段落 它怎么样 它会拉回来修正 所以这档股票 明天很简单 去观察什么 观察这个 礼拜二的 昨天的跳空缺口 它拉回来 有没有去手术 手术的话没有问题 三任你只要观察 我讲的几档股票就好了 其实只有三档 高位的 齐宏不用看了 如果双红不会涨 齐宏也不会涨 因为双红是最强的 双红是最强的 那中价位看谁呢 中价位就看我手上的原山嘛 对不对 那原山我们跟各位讲过了 为什么看好原山 原山它不是那个伺服器 但是它是测用电子的散热场 对不对 基本面我们已经放到怎么样 你基本面的这张讯息 你扫描QR Code 点击主页都看得到 加入我的群组 你都看得到 我就不讲了 那我们讲技术面 我请问你 这是不是在拉回买 你看我们买的股票 是不是大部分都是拉回 是不是 十档 应该说一百档 一百档 我们有九十五档 都是拉回买的 我同学都是见证者 尤其在现在的行情 你就是只能利用拉回去买 利用拉回买 我讲过了 不是随便买 我刚刚是不是举创意的例子 告诉你们 如果是下跌的趋势 就不能拉回买 你只能锁定上涨的趋势的拉回 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原三 礼拜五它大跌啊 中小型股也大跌啊 但是很多人看得很害怕 对不对 我们怎么样 我们在买股票 那为什么在买股票 因为它也是一个回撤支撑嘛 这不是上涨趋势的拉回 这不是上涨趋势的拉回 回撤缺口支撑 对不对 礼拜五下去买 礼拜一它不跌了 它涨了 准点涨顶板 对不对 今天啊 今天涨顶板打开 对不对 很简单 我说你跟我做 跟我别人做不一样 你不用担心 我知道怎么去保护你的钱 别人是不管你的死活 来各位 涨顶板啊 还没打开的时候 九点三十一分 九点三十一分 这是九点三十二分哦 你看到没 你自己去对哦 我跟我们同学讲哦 稳健的原则 收到讯息的时候 卖一半 短线保护长线 那其余啊 其余就设个停利价 停利价我们不公开啦 报到波段目标区 这个就是我说的什么 短线保护长线嘛 那假设这张股票 散热没涨完 继续涨 你有没有继续赚 你也就要继续赚啊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进可供嘛 对不对 那假设没有继续涨 没有关系嘛 我们买个多少 最差我们本钱还他 你还是赚啊 两天的时间 你也是赚了二十几%嘛 是不是 所以啊 我说过啊 前台湾啊 每个人都跟你讲掌评 每个人告诉你怎么样 没人教你 怎么保护你的资产 我是真正的操盘手 我是真正的实战高手 我真知道怎么样 我知道怎么样 去保护你们的资产 那我们讲到散热 我讲一下 高价 其他股都不用看 你只要看双红就够了 那中价 当然怎么样 就看原山 那属于低位接的 属于低位接的 观察哪一档股票 属于低位接的 我们来看一下 红准我等一下讲 红准我等一下讲 那我们来讲 尼德科 这个一档到底 当然这是相对低位接 这档股票可以留意 低位接的 相对低位接 因为今年它没涨嘛 相对低位接 对不对 那这档股票啊 因为它一价到底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 它是量比较少 量比较少 那以那个尼德科操纵的话 它上方这里啊 我用个这个啊 它这里有一条颈线 后面是看着这个颈线 能不能去往上做一个突破 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大家不用几重 一价到底你要买也买不到 用看的就好 后市有机会的话 我们会继续跟它分享 所以高价的散热 再来怎么样 观察什么 就看那个 那个 双红 年纪大了有点忘 那个比较容易见忘 其他不用看 中价呢 中价就看原山 如果要做原山跟谁做 跟我做 了解我的意思吧 就是这么简单 第二因为我知道 怎么去保护你们的资产 后面可不会做 你要问谁 问看得懂的人啊 如果我们看不懂 怎么会在这里买呢 对不对 这是下跌拉回买 真正懂的人 才会带你买在低点嘛 那买完之后 马上上去嘛 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那再来 现阶段行情震荡 各位 很重要一件事情 在这里啊 为什么在选择 这个时候 推出一个短线标速班 因为怎么样 因为我认为 在这里波动速度会加快 当然要做波段 我是擅长的 但是呢 以现阶段来说 现阶段来说 短线更符合怎么样 更符合目前的那个行情 所以啊 我们特别开了一个新班 那操作周期不超过五天 最长就五天 比较适合短线的或积极操作的 欢迎你来加入我们的行列 扫描QR Code 留下姓名电话 或者播打广告时间 播打电话都可以 好 我们休息一下进一下广告 等一下再聊剩下的主题 马上回来 欢迎各位直接会场 回到我们的现场 我们直接聊今天的主题了 这个底部形态 底部形态当然各位 颈线站上去才算 那红台我们是在礼拜一就告诉你了 这一条叫做颈线 过去你怎么买 浪费时间 对不对 怎么买 有的买了套 有的买了套 套套套套 股票不是买低点 你要快 买最低点上去下来 上去下来 上去下来 磨死你了 我的方法好不好用 对不对 我说不要去拆底 也不要想买低点 你要找底部形态的股票 一定是怎么样 一定是要站上这一条颈线 站上这一条颈线 它才是 颈线站上去 速度才会快 对不对 我们过去太多股票的速度都很快 对不对 那红海我跟你讲 讲完 连涨三天 对不对 连涨三天 各位 手上有红海的 我要告诉你们 很重要一件事 你一定要来找我 第一个目标价多少 目标多少 对不对 那红海集团股 我们简单看一下 红海集团股 不要乱买 比如说红海集团股 看一下红海集团股 好 红海集团股 今天新普强 对不对 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 这个是属于强势股 拉回来看资深 红海集团股 我认为 这档股票比较具备机会 后面应该还会涨 你不是看它今天跌 不是看它今天跌 这个后面还会再涨 那反过来说 今天这个红损 它也是散热 对不对 今天放大量 我觉得这档股票 不要去追 今天追的人有可能套 为什么我说 今天追的人有可能套 可能没人敢这样子 跟你讲对不对 来我来教你 你今天这根大量 放在这个位置 那这个压力都没有突破 就放量了 这个不是好事 这个不是好事 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不要看到 这个很低就去追 我跟你讲 你套的可能性很大 了解吧 那当然 里面我认为还有什么样 还有其他的机会 这个我会带你操作 都有波段的 那不公开 不公开 一公开的话 整理时间就拉长 那当然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重点 这个红海的目标价到底 目标会来到多少 来 我们今天 今天都已经发送给同学了 都已经发送给同学了 假设 因为这个目标是不能公开的 这个不是我小气 这是主管机关经管会的规定 外资可以公开 我们不能公开目标价 我们不能预测股价到哪里 所以你想知道的人怎么办呢 很简单 屏幕下方是不是有个 右边有个QR Code 扫描QR Code 留下你的姓名电话 那这一通Couching 我们今天已经发送出去了 好 那我只要告诉各位的目标价 通常都会来 那行情修正不用害怕 接下来会有一些新的机会出现 比如说 我们在1月11号的时候 告诉各位什么 告诉各位说 底部形态 有富士达开始 对不对 我说接下来 每一档 我帮你锁定30%以上的 去年我们累计锁定了20几档 我说今年只会更多 那到目前为止 总共有这么多档30%以上的 所以我从上个礼拜就开始告诉你 邀请你来参加 我们第二波的一个底部翻倍的一个布局 好 时间的关系跟各位讲到这里 祝大家操作出力 我们明天再会